請孫主委 請孫主委 主委好 簡單請教主委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特別排的議程 是為了你們還有六項 五項還六項還沒有解凍的部分 主委就目前未解凍預算的部分 請教你們的執行率是多少 在比較屬於貸款的部分 執行率還不到80% 不到80%是多少 79.8% 業務收入的部分是79.8% 業務成本級費用這個部分是78.67% 那這個 至於那個行銷業務費用 有關這個業務成本 那像那個行銷業務費用的部分 那個業務成本級費用那邊是78.67% 我應該確定啦 沒錯 你那個業務成本費用下的這個行銷級業務費用 你們有三項那個行銷級業務費用 我都幫你們算好了呢 我其實但是我要你們自己講 怎麼這個今天要排解凍的到現在都 你們到現在都還這個問題那麼簡單 應該可以數字馬上拿出來的 結果還答不出來 你主技處 主技處幫你們算好了啦 最恐怖的是那個行銷級業務費用這個部分 你算執行率27%嘛 好啦 不要再看了齁 主委我請教你 在你執行率 百分之二十幾 還有不到百分之八十的情況之下 主委你認為 現在剩下兩個月 我們有必要來解凍這個經費嗎 有必要嗎 在執行率這麼低的狀況下 有必要啦 我想執行率跟這個解凍 你們到底做的完嗎 執行的完嗎 我們會努力做完啦 對 我想你 因為你站在那個位子 你一定要說有必要的嘛 但是我們從數字看來 本席是認為應該是沒什麼必要 尤其我剛剛看到百分之二十七的執行率 我嚇了一跳 報告委員這個 我們過去的情況如何我不知道 不過至少這一個多月以來 我們為了這個預算的執行的事情 開過好多次會議 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很迅速的有一些改善 然後我也希望委員能夠支持啦 這個原民會的這個情況很長久 但是我想根據這個數字 本席是認為沒有必要解凍 但我不知道待會結果會怎麼樣啦 希望委員支持 但是如果結果順利的話 那希望主委你能夠加把勁啦 一定一定 不要在這裡話講太滿會落氣 好另外問主委一個時事的問題 這個新聞這個新聞你有沒有看到 知道嗎 我略為知道 關於史前博物館 對那個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 那麼他們願意免費 借給這個史前館 上千件的這個很珍貴的這個原住民的文物 那這些文物我們 其實台灣自己都沒有 那 所以 但是呢 很可惜的 目前史前館是表示說 因為這個經費 其實只要一百一百五十萬左右的經費 沒有著落嘛 那教育部也沒有沒有合給他們 所以呢 既然 像這樣的情形很可惜 本來今天這個禮拜就要送去 送去史前館 但是 現在 沒辦法了 所以這個禮拜呢 這些文物都要送回去 送回去日本了 那 主委 我請教你喔 在 你認為說 這個 這麼珍貴的 這些 這一批喔 日本借給我們這個原住民的這個文物喔 你覺得它的價值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高 報告委員我大概 民國八十年跟八十六年都去過大阪的民國 那邊的的確確喔 這個存有我們非常珍貴的資料 對 那 非常珍貴的話 非常珍貴 而且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可是 史前館沒有錢啦 那 我想 據我了解 原民會應該 因為有執行率的問題 應該還有剩很多錢 所以 既然是跟這個原住民的文物喔 那也跟我們 應該也跟原民會 有 可以沾得上關係啦 報告委員 沾得上有關係 所以你們是不是在 可以 在可行的這個範圍內想想辦法幫幫忙嗎 報告委員 我想我會先跟教育部長喔 這個商量一下 因為原本喔 這個 這個 沒有主委 對 主委你只要告訴我你願不願意幫忙嗎 我願意願意 好願意喔 那就 因為今天 也許他們已經在打包了 那有沒有上飛機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在文物上飛機之前 如果拿出你們的誠心 跟這個決心喔 我相信 有志澤市進城 一定可以把這個文物留下來 然後把它運到原鄉去 讓我們所有原鄉的 這個主人 都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文物嘛 好所以你 今天開完會 你就趕快去處理這個事啦 好 反正教育部今天也有來啦 都在 好 好 那 另外這個問題喔 我已經問 講過恩變了 大家看到我都叫五百億小姐了 有關於這個 馬總統的這個政見喔 就是四年五百億 給原住民的這個經費 主委 你可以 可不可以很快的講一下這裡面的項目 報告員 我這裡正好那個 那個 沒有帶過來 好那我唸我唸給你聽喔 專用於這個建設原住民鄉鎮的農路 產業道路 橋樑 堤防 湖岸 水電消防 編波水土保持 等等齁 那這個部分 呃 結果我檢視了一下齁 因為在過去呢 劉兆玄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表示說 四年五百億 在六月十二號是 去年六月十二號說是新增的 後來又說這不是新增的 那劉院長任內說是編列九十八年度一百二十六億 那麼 現在 新的這個 呃 預算呢 重新核定了是 呃 今年是一百三十九點八億 比以前還要多 我們看起來比以前多感覺還蠻高興的 但是我們看一下檢視一下這個內容 之前 劉院長他有表示喔 他 親自 呃 走到我這邊 也也在我的這個質詢的時候回答說 預算不應該這麼灌水 因為一百二十六億其實有很多是灌水的 因為當時 呃 放了很多不該放的項目喔 那之前我們還看到有什麼鐵路的啊 但是呢 今年的很恭喜 沒有看到鐵路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公路預算 把公路的放進來了 什麼台九線啊 台十一線的 喔 這四年就一百四十三億元了耶 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內政部的這個 污水下水道的這個預算 也放進來了 還有教育部的這個校舍整件的預算 也放進來了 所以主委 這樣子灌水預算 你能夠接受嗎 呃 我想把政府裡邊各部門喔 只要跟原住民相關的地區或者是需求喔 呃 放在一個一個計畫裡邊喔 我也覺得是一個一個好的做法啦 好的做法 只是說 只是說這些項目喔 是不是經過一些討論 我相信在他們在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不是耶 我們兩邊的都有 那個馬英九總統 他的證件他很清楚的項目都列給你了 結果預算出來了 竟然是這些灌水的 那這樣不是憲馬總統有於不易嗎 那你還說這樣是好的做法 不是我是說 做一種統整啦 不是 做一種統整的做法 應該是 是 而且 但是我想重點就是說 這個 今年 我說四年五百億 尤其今年這樣的預算 是不是灌水嗎 你放了公路 又放了什麼下水道 還有什麼房屋 房屋整件 這都跟那個 馬英九的證件無關啊 呃 我看 大概那些 呃 包括公路或者是 呃 跟其他部會相關的這些業務的項目喔 事實上也 也是我們原鄉需求的 的東西啦 主委你這樣講很抓不到重點耶 是我們需求沒錯啊 需求的話你可以用 用 你平常像這些年度預算我們都會有嘛 但是問題是 特別總統列出來了 這些項目了 但是結果大家用一些阿里阿渣的這個項目都加進來 這樣對嗎 我想 不是我想主委你這樣子觀念會有問題啦 在我們看來其實這就是一個灌水的預算 那麼另外 好你就檢視今年度好了 你今年的一百三十九億 到底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細部計畫 細部計畫 十二月底 才要 才要完 提出完成嘛 那等到行政院核定之後 然後你要去 還要招標 還要公告 然後還要發包 請問你執行的時候是什麼時候了 是今年嗎 這個十二月底要提的這個是 這好像是跟警政署的 你來 報告委員 這個 剛才講的是屬於整個細部計畫的問題 是中產整計畫 暴行政院核定的計畫 是這樣 所以明年才執行 對 明年才執行 明年才執行 你今年計畫 細部計畫都還沒出來 怎麼會有一百三十九億的預算呢 那個一百三十九億是今年的 本來就各部會就有 編了 可是問題是 你們計畫都沒有提出來啊 你現在提了 年底才要 才要 提出嘛 你現在還沒完成嗎 剛才所謂講的是說 是新增的計畫 像內政部的 那 我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我就是真的你這個 你不要扯到內政部 消防的那個計畫 是一樣的 我的了解喔 就是 明 現在十二月要提的那個細部 計畫是屬於 內政部消防署的一個計畫 那 一百三十九億 一百三十九億 現在正在執行的喔 其實是在各部會喔 在今年度都在 都在一起 那內政部那個計畫 也放在裡面嗎 也算是你們的錢 就變成是九十九年度要去執行 但是問題是 你不能否認的是 它裡面還有公路的預算啊 還有什麼下降 要是反正就跟那個 馬英九總統的政見不符嘛 所以 灌水以後 上一任的院長 灌水以後 然後這任的 又加倍灌水 然後灌水以後 然後你還說這樣的做法很好 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很好 他一定暈倒了 走了一個張仁鄉 又來一個孫大川 是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各個機關 統整這種事情是很好的 因為在 不是啦 主委你不要講那個好不好 那個我們不管嘛 反正這五百億 裡面就是灌水啊 結果到這邊 你們重新預算 從送也 也沒有改善 而且還是加倍灌水 我想我在這邊要表達抗議啦 另外 另外你們今年 你們今年 執行不完的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保留 就是說 針對這個一百三十九億的預算 你如果 你計畫都還沒送出的話 那你要怎麼處理 只有一個 那個是 我們剛才說消防署 那個計畫 我們的計畫是在 我們如果是有在 有發生權責 當然是要 幫你保留 是這樣 那你們 你們計畫都還沒 都還沒有 還沒有 行政院還沒有核定 你怎麼能夠在今年 發生 發生權責呢 那個是 核定的 98年的已經核定了 已經在做 你們之前才送出來而已 送出來送院 到底核定呢 我們還不曉得 那個是把 天啊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好像比在 張仁鄉主委任內的時候 感覺還要更更可怕 這五百億 我覺得大家齁 我要怎麼接下去 主席他們都搞不清楚狀況 真是很糟糕 你 繼續監督 越監督越糟糕 灌水越 越灌越多啊 我們會努力弄清楚 改善好不好 主席我要求一下 因為很多時間在 浪費在他們搞不清楚狀況下 所以麻煩主席多給我一兩分鐘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就好了 請你坐下來 謝謝 我知道 我知道我會 調整一下 控制一下時間 那個 主委 是 你上次說齁 在 回答這個賴清德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你說這個平埔族 是文化上的原住民 那請問這個文化上的原住民族 是不是台灣的原住民 在文化上是 他是 對 那為什麼只有在文化上 因為他有一個歷史過程 對那所以他 我們三四百年 元漢在一起 他有一個歷史的過程 使到我們原本還有十個到十二個的族群 在這個過程裡面漢化了 文化的特徵就比較弱 那當然在 我了解是從民國八十年 已經開始有這個平埔族的運動 主委 我們非常樂觀去看這個發展 你沒有時間了齁 那你樂觀去看這個 那請問 他們可不可以做原住民 在文化上可以 只有在文化上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裡面牽涉到的問題比較複雜 這本書你認得嗎 我當然認得 但是你是 算是創辦人嘛 總編輯嘛 然後這個是 你寫的嘛 我們都是平埔族 這是針對漢人朋友說的 針對我們原住民的時候 最後就這些 可能就不是平埔族 也不是原住民 我這個專輯喔 最主要是想提醒很多的漢人朋友 百分之八十到將近九十的人 很帥的很聰明的 都有我們的血統啦 那但是問題是 到最後 這些真正的平埔族得到的是 只是一個文化上的平埔族 所以主委我在這邊提醒你 這是一個 你過去支持平埔族的一個證據 我現在還是支持 你既然都是支持 而且只有文化上的支持 我希望主委你支持 不要只有文化上 如果是身份上面 只要有一些 身份上不支持 積極的一些證據 因為現在啊 很多日記時代 他們的這個戶口裡面 有積極的證據 我們願意討論 願意考慮 把他們這個 有原住民的身份 現在原住民的身份 跟族群的證明 是兩個不一樣的範疇 在我們現在的法律裡邊 其實沒有各族 不是主委 那你要不要 在你任內 你任內積極的去推動嗎 會 這樣他們 我會去了解 不是只有文化上嗎 身份上嗎 都可以成為原住民嗎 不然 對啦我是說你可不可以 承認你就積極來推動嗎 不然 我們常講 說人家豪小白浪 但是自己千萬不要變成這樣 不會 你寫的嘛 記得 好謝謝